各位先生大家好 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成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你不是满足五个标准之一就属于融资租赁吗 我们看一下这块会计处理 第一个租赁期开始日 那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同什么 生肖日的会计处理 先看第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在租赁期开始日 这一天我是要记账的 成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这是啥意思 就是如果我假定在签合同这一天 我要一次性付给你钱 我买 我将会花多少钱 这是假设一次性购买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我不假设一次性购买 我分期支付 那是不是我们就有一个最低租赁付款 完了吗 没有限制 我就想抛根问题问一下 最低租赁付款额咋算来着 各期的租金加上你成租人有关的两个担保余值 或者各期的租金加上你行使优惠购买选择券 花的那一分钱 是这个意思吗 二则只可能有一个 那就是假设一次性购买 那我就是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假设分期购买我用的是最低租赁付款额 千万别忘了是限制 两者之中的较低者 为啥是两者之中的较低者 站在我成租人的角度 我是往处拿钱 当然哪个少我算哪个呀 作为租入资产的助张价值 有人说这句话说错了 没有 再讲第一章时 我不就说过吗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不是自由 视同自由 您得计固定资产的增加 以哪个来计 就是二则较低 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而且我们把最低租赁付款额 慢点 这有限制吗 没有 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 这个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 眼熟吗 眼熟 我们在无形资产那张 讲过一个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以限制作为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 以原职作为长期应付款 他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 未付的本 未付的稀 未付的本稀 和有印象吧 唯一的区别是二则较低 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那我给大家说这个分路 站在我成祖人的角度 不是自由 视同自由 如果这个资产或者说这个设备不需要安装 那我就借固定资产 需要安装 我就借再建工程 我是二则较低 假如说一次性购买 我用的就是租资开始日 租资产的供应价值 如果是分期付款购买 我用的是最低租资付款额的什么 限制 我以二则当中的角低者 哪个核算 我用哪个 进入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 代方长期应付款 一定是没有折现的最低租资付款额 可能是各期租金 加上成祖人的两个担保余值 也可能是各期租金之和 加上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支付的一分钱 这叫未付的本金 这叫未付的本息和 到底出类 未确认融资费用 是我们所说的未付的什么 利息 结束了吗 没有 对成祖人而言 我支付的初始直接费用 视同为我买这个固定资产花的钱 您的固定资产记住的金额不应该是价税费吗 所以你支付的初始直接费用要加在固定资产里边 这本身就是选择提的一个选项 我再说一遍 对成祖人而言 在融资租链的情况下 你花的初始直接费用 视同为你买资产发生的费用 要记住初始入账价值 所以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和分期付款方式 购买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为什么 因为税法规定按购买价款的总额作为入账价值 而您是以限值和供应价值两者较低作为入账价值 产生可体扣差异 但是不确认以言所得税资产 记住结论就可以 不用深究 因为没有对应科目 这是我们成族人的账务处理 那大家想一想 为付的本 为付的税 为付的本税和 我的税是不是要进行贪销呀 另外您既然是以二折较低折 也就是租赁资产的供应价值 跟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值 两者较低作为固定资产中长价值 您是不是得提折旧呀 您要算限值呢 一定要求出折旧率是什么 怎么求折旧率 我算谁是求折旧率 就是算他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值 我要用的折旧率 折旧率 我们一定是按顺序确定 这仨不是随意选择 一定按顺序 一定按顺序进行决定 第一个 如果知悉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不就等于内含报酬率吗 我们就优先采用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 作为我成租人的折限率 如果没有 我们按照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 作为折限率 如果还没有 对不起 按同期银行 记住这个字 贷款利率 作为折限率 再次提到什么叫租赁内含利率 就是他的内含报酬率 他现在付出的代价 跟他将来得到的好处相等的折限率 也就是在租赁开始日 最低租赁收款额的限值 这是我得到的好处吧 加上未担保余值 虽然你没有给我担保 但这部分资产的所有权 可是我出租人的 这俩 他的限值之和 这是我将来能赚到的钱 等于 我现在付出的代价 就是租赁资产的供允价值 与出租人 我自己支付的初始直接费用 这不是我现在的投资额吗 相等的折限率 就是流出等于流入 折限率是多少 就是租赁内含利率 对于这个公式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看2013年的多选题 下来各项中应当记住相关资产 初始确认金额的有 一个 采购原材料过程中发生的装卸费 入库前的合理支出 不是记住存货的成本吗 这叫初始确认金额 第二个 取得与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时发生的交易费用 除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时 记住投资收益的界方 剩下的金融资产都是倒挤的 或者说记住初始确认金额 对于贪来说 不就等于记住了横杠利息调整里边吗 第三个 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支付的印划税 肯定是记住当期损益 所以这个不对 第四个 融资租赁 不是这张的内容吗 成租人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 慢点 签合同之前发生的 还可以归属于租赁项目的初始直接费用 记住哪来着 记住租入资产的入章价值 这不叫初始确认金额吗 也对 这道题 正确答应该是A B D 这三个选项 这是括号E 那么下边看括号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这不是未付的息吗 你每期肯定要把未付的息反向分摊一部分 那分摊的时候也会涉及到我们所说的分摊率 其实我们这种分摊应该采用实际利率 法进行分摊 那么将来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 分成两种情况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前边的这个项目 您是按照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 您还是按照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值作为固定资产入账 当然哪个第一哪个入账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如果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值它少 我以它作为固定资产或债件工程的入账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 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值作为入账价值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折限率是什么 分摊率就是什么 折限率不是一共有三种吗 首选的是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如果你是以限值入账 好 它既是折限率 也是我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 第二个 没有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不是以合同规定的利率作为折限率吗 那将来分摊率也是合同规定利率 第三 以银行同期贷款基础 这是贷款利率作为折限率 你的分摊率也是这个 总之一句话 你是以限值作为租赁资产入账价值的 折限率就是分摊率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我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那不就等于公允价值小 限值多吗 哪个小 哪个作为固定资产入账价值 在这时候记住四个字 重新计算分摊率 怎么计算 就是流出等于流入 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值 这不是我的流出吗 等于我得到的好处是租赁资产的 公允价值的折限率 这个考试师 反正我讲了这么多年会计 他还没让你算过 那将来分摊的时候 你形成到我们所说的未付的息 你看一下他借方 以后分摊肯定是在哪方 贷方 逐期给他怎么的减少 代位确认融资费用 一般来说 我们记住财务费用 但是满足资本化条件 我们有可能记住在建工程呀 这些内容 大家把它把握住就可以了 我们看2017年一道单选题 2016年甲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 融资租赁方式 租入一台积极设备 通过比较租赁开始日 租赁资产的供允价值 与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值之后 以租赁赁供允价值 作为租入资产的入场价值 那不就说明公允价值小吗 你告诉我 公允价值要小 我的分摊率应该是几个字来着 四个字 哪四个字来着 重新计算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在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时 应该采用的分摊率 一定是重新计算的 绝不可能是合同规定利率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出租人内含利率 只能是使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值 等于租赁资产供允价值的遮险率 这是租赁资产啊 供允价值遮险率 肯定要重新计算 这道题正确答应该是选2B 没问题吧 这是2017年的一道题 第三个租资产 租赁资产折旧的记忆 在讲第一章 实质重于行使时 我就说过 不是自由 是同自由 你成租人应该采用 跟你自己的资产 一样的折旧政策 对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提折旧 那么先看第一个折旧政策 这个折旧政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应该记题的折旧总额是多少 那么先说第一个 成租人没有优惠购买选择权 慢点 我要没有优惠购买选择权 是不是租三年之后 这设备要退给人家啊 退给人家的时候 人家就是怕我糟蹋了人家的资产 人家一定会让我提供担保 我就把这个担保给他理解为残值 如果成租人 我自己或者有关的第三方 也就是我的母公司 对租赁资产的余值提供了担保 那么将来我能糟蹋的这部分价值 只能是租赁开始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扣除担保余值后的余额 作为应计题折旧总额 然后出一年限 是不是在这里边的把担保余值看作是什么 残值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 成租人有优惠购买选择权 那我还担保吗 我不担保了 所以我并没有对租赁资产的余值提供担保 那我应该提的折旧总额是多少 就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扣除你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的情况下 您不是三年之后您把这东西买了吗 您能使几年 您认为您到期的时候 预计的净残值是多少 然后按照自由资产计提折旧政策 计提折旧 在这里边大家注意 如果你有优惠购买选择权和没有优惠购买选择权 这俩可是不一样的 优惠购买价和净残值 大家注意这俩不是一个数 您花一分钱买的并不代表这个东西的残值就是一分 可能您花一分买了个价值十万的东西 这俩可千万注意 它不是同一个数 那我应提折旧总额确定了 我还得处以年限 这个年限怎么决定 这就是折旧期间 如果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戒买时 成族人将会取得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这三年东西您使的 三年之后这东西还归您 您就按照这个东西的预计上科使用年限作为折旧期间 那么第二个 如果你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买 你是不是能取得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应该按照数短者作为折旧期限 什么数短 租赁期跟这资产上科使用寿命二者当中的较短者作为折旧期限 应提的折旧总额确定了 然后折旧期限确定一除不就是每年的折旧额吗 我在这给大家补充一个计算题 我们看一下 某公司融资租入一项固定资产 租赁期十年 上科使用年限十二年 什么时候用上科使用年限 是租赁期结束之后 这东西归您 您才能用上科使用年限 该项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是1200万 该公司那肯定成租方呀 提供的担保余值200万 该公司预计的净残值120万 这俩不相等 没关系 你能告诉我哪个时候用净残值吗 这东西归您的是 您减去净残值 这东西三年之后别人收走了 或者像这道题 十年之后别人收走了 你要用担保余值 假定不考虑清理时的相关费用 我们看第一个 没有优惠购买选择权 是不是这东西十年之后别人收走了 你只能用1200减去什么 减去担保余值 你只能糟蹋 总价值1000万的东西 除以什么 十年 你没有优惠购买选择权 只能是十年 每年的折就100 而你要有优惠购买 选择权 首先你除以的年限是按上核使用年限 你买完了这东西还是你的 十年买完了剩下两年还给你用 12年 那每年的折就是1200 有优惠购买选择权 自使这东西就是你的 要减去预计的净残值120 每年的折就就十 就这个小区别 举个例子 很快你就能明白 这是我们这道题 或是履约成本 又提到他了 履行约定的成本 一定是在租赁期内发生的 比如说技术咨询或服务费 人员培训费 维修费 保险费 对承租人而言 履约成本通常记住当期随意 那么第五个货有租金 货有租金实际对承租人而言 对出租人而言 都是在实际发生时记当期随意 跟销售量和使用量有关的 记哪来着 销售费用 跟物价指数有关的记哪来着 财务费用 所以借销售费用或财务费用 代银行从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两个 第六个 租赁期借满时的会计处理 我们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个 返还租赁资产 我要返还租赁资产 是不是我固定资产累计 折旧要消掉呀 存在成租人担保余值 慢点 成租人的担保余值 当时放在哪里边 放在长期应付款里边了 长期应付款 要不包含着各期的租金 加上成租人的两个担保余值 要不然是各期的租金 加上刑事优惠 购买选择钱 花的一分钱 对吧 好 那么将来存在担保余值 说明什么 说明我提折旧的时候 我一次用原值减去担保余值之后 提的折旧 是不是我消掉固定资产的时候 消掉累计折旧的时候 正好我长期应付款里边含着一个担保余值 这部分我并没有提折旧 反应错了吗 把这个担保余值长期付款给的冲了就可以 那么第二个 不存在担保余值 慢点 要不存在担保余值的情况下 是不是我可能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 我应提的折旧是入账价值 减去我预计的净残值之后 除以上可使用年限 没问题吧 假如说不考虑残值 我就把固定资产消掉累计折旧 给他反向充减就可以 第二个 优惠续租资产 视为这个租赁一直存在 这就不用再说了 但是您说租您没租 你要支付给我违约金 借营业外支出 带银行存款 第三个 留购租赁资产 留购是不是在你的长期应付款里边 当时就含着各级的租金 加上那一分钱 你各期租金支付了 长期应付款里边 是不是只剩下一分钱了 将来你支付这一分钱 是借长期应付款一分钱 但银行存款 假如说一分钱 同时 把你的固定资产 从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给他改成明细 生产经营 用固定资产就没了 这块内容 只要你把担保余值弄清楚 这块内容很容易理解 第七个列宝和披露 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14年多选题 下列各项 关于成租人与融资租赁有关的会计 处理的表书中正确的有 货有租金应于发生时 即当其损益 没错 跟销售量使用量有关的 即销售费用 跟物价指数有关的 即哪来着 财务费用 所以选项A是正确的 第二 预计将发生 不对 预计将发生的履约成本 我压根都不记账 我的履约成本和货有租金 在实际发生时 即哪 当其随意 也不是记住租入资产的成本 所以选项B 不对 选项C 租赁期买 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 慢点 你要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 当时长期应付款里边 就包含各期的租金 加上你支付的可怜的一分钱 将来各期租金支付了 你长期应付款里边 本身就只剩一分钱 把这一分钱给他支付了 他说应该充减相关负债 长期应付款是负债 是啊 充减了 所以说C是对的 第四 知悉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应以租赁内含利率 最对低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 好像也没毛病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应该是A C B 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一个例 22-2 这道题就是完整的阐述了 成租人的融资租赁的账目处理 但他省略了一些事 我们看一下 租赁合同 20某一年12月28日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 你可以告诉我一件事吗 12月28日叫租赁开始 签合同那天 条款书项 第一个 租赁标的物是一种承控生产线 那就意味着提折旧的时要寄哪来着 制造费 第二 租赁期开始 那么合同生效日吗 租赁物运底A公司生产车间值 20某22年1月1日 你要20某22年1月1日运到的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提折旧吗 不提下月提 要少提一个月折旧 租赁期是从租赁期开始日期算36个月 但我下月提折旧 是不是只提35个月呀 这是第三个 租金支付方式是每年年末支付租金多少 100万 画我 20某22年1月1日币公司该生产线的供允价值是260万 告诉这干啥用的 不就拿这供允价值跟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两者较小或者较低计入固定资产吗 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为8% 首选出租人的租赁内涵利率 没有的不就选合同规定的利率 作为什么 作为折线率啊 该生产线为全新设备估计使用5年 慢点 全新设备我用不用判断 用不用判断什么 这个设备旧的什么程度了 不用 5年 我用3年3除以5应该得60% 他算融资租赁吗 不算 单说我们满足75%这条吗 不满足 但您别忘了 五条 我知道满足其中一条就可以了 我们往下看 第八个 20某3年和20某4年 两年 A公司按照该生产线所生产的产品 微波罗的年销售收入的 1% B公司支付经营分享收入 这叫啥 货有租金 对承租人而言 跟销售量有关的货有租金 即销售费用 没问题吧 啥实际啊 实际发生时 这是前边八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 A公司 采用实际律律法 确认本期应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好像是我们听过这句话 肯定听过呀 第二个 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 提多少个月来着 35个月 第三个 20某3年 20某4年 A公司分别实现微波罗销售收入 1000万和1500万 不是按照1%支付或有租金吗 第四个 20某4年12月31日 该生产线将退还币公司 慢点 你要把生产线退还了 有没有优惠购买选择权 没有 您就应该给我有成租人有关的 两个担保什么 于知 换五 A公司在租赁谈判 和签订合同过程中 发生的 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 拆旅费是1万 这1万算什么 初始直接费用 对成租人而言 这个初始直接费用要加在哪 加在固定资产里 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们看答案 第一个 一定是在租赁7开始日的时 我进行账务处理 刚才我说过了 租赁期三年 在上个使用间下五年 并没有达到大于等于75%的条件 没有满足融资租赁的第三条 你敢说我就不是融资租赁吗 不敢 我们还有其他的条件 你看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值 后边有个过程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除以谁来着 除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260万 只要怎么着大于等于90% 不就算融资租赁吗 显然我们这个比例是大于90%的满足融资租赁的第四条 所以我把它认定为什么 融资租赁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租赁类型的判断 那第二个 计算租赁开始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我为啥要算的 你忘了吗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跟公允价值两个去PK 一个是假设分期购买 一个是假设一次购买 哪个小 哪个作为固定资产入账 那我想问一下 最低租赁付款额都包括什么 可能包括两种情况 一个是各期的租金加上什么 成租人有关的两个担保预支 没问题吧 还有一个是各期的租金 加上你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时支付的价款 而这道题告诉你设备在满期限的时候 退还给B公司 不可能是第二条 那只可能是第一个各期租金 加上成租人两个担保预支 他提没提到成租人的两个担保预支 一点没提 所以最低租赁付款额只能是各期租金 加上几啊 零得300万 没问题吧 这300万是折现的金额吗 不是 我要把这些租金给他进行什么 折现 那折现不就得用到折现率吗 您告诉我 折现率 我大大的写过两个字是什么 顺序 按什么顺序决定 第一 我们优先使用出租人的租赁内涵利率 这道题告诉你了吗 没有 没有 我们第二个选择就使用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 租赁合同的规定的利率不是已经告诉你了8%吗 那我就用8%作为什么 折现率 好了 那我就折现 你最低租率付款额只有每年的租金100万 折现率8% 我给您画个图 如果把现在看成是零的话 你每一年的租金100万 不就等于你每年年末支付100万吗 三个100万不是普通年纪限制吗 那不就等于是100万乘以PA8% 是合同规定的利率 337得到2577100吗 我们是不是前面用过这2577100 肯定用过呀 我们是用2577100除以供应价值260万 判断他大于90% 判断得融资租赁的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是什么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2577100 我要跟谁去比 跟租赁资产的供应价值260万去比 这个2577100可以理解为 我分期购买将会支付多少钱 260万理解为 我现在一次性购买将会支付多少钱 当然这俩哪个小选哪个呀 所以按照熟低原则 我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应该选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2577100慢点 2577100不是你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吗 当你限制作为入账价值的时候 您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一件事 分摊率就是什么 折迁率 您前面的折迁率是8% 我现在可以大大的给您写一个 我的分摊率也就是8% 已经定死了 往后不要再给我用分摊率 这个死了 好第三步计算位确实融资费用 这个大家不用算 写完分录自然就出来了 然后看第四步 第四步 一定要注意将出使直接费用 记住资产的价值 你为这个东西花的钱 价税费不都要记住固定资产的入场价值吗 20某22年1月1日 你能告诉我这一天是什么吗 这一天是我们所说的租赁7开始日 租入承控生产线 因为这个设备不需要安装借固定资产 那需要安装呢 借在建工程 恒告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慢点 就应该是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值 和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二者当中的较低者 现在2577100肯定低 用2577100作为固定资产的入场价值 另外你为了这个资产 不还花了一万个千出使直接费用吗 这一万也要加在固定资产当中 所以你的固定资产是2587100 这是借方固定资产 那贷方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横杠应付 融资什么租赁款 只可能是两个数 要不然是各期的租金加上什么 成都人的两个担保余值 要不然是各期的租金加上优惠购买选择权的价款 现在这道题不是资产要退还吗 所以既然要退还 那只能加上两个担保余值 但是他没有写担保余值 那只能是每年租金100万乘以三年 长期应付款300万 然后到几出 我说的够清楚吧 到几出 未确认融资费用是422900 您可以告诉我一件事吗 把固定资产理解为未付的本金 然后42900理解为未付的利息 然后长期应付款300万 理解为未付的本息和多么熟悉的话 那我就想问一下 未付的本金是多少 有人说2587100 不对 你的2587100里边是含着2577100 加上一万的出使直接费用 这一万你已经花钱了 这一万你是不能算在里边的 真正未确认的本金或者未付的本金只是2577100 不能加那一万 所以不应该含已经支付的出使直接费用一万 有人说你算这2577100干啥用的 未付的本金乘以我们所说的分摊率 不是下一次你算利息的分摊要用到吗 这是20某2年1月1日 我们分摊未却的融资费用 前面说了 你是以最低租资付款额的限值 作为固定资产的入上价值 折限率就是分摊率8% 教台给了一个表22-1 这张表如果我是你 我从来都不看 为啥没用 你就用我说的方法 把这个内容给他算出来就行 我们看第三步快去处理 20某2年12月31日支付第一期租金 是不是一百万呀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一百万代银行存款一百万 这一百万里边既有本也有息 我得知道我支付了多少息呀 那支付多少息 实际上就应该用2577100 这数哪来的 2577100不是你前面未付的本机 2577100吗 就用他乘以实际利率8% 得到206168 我第一期一共支付100万 付息是20万多一点 那你告诉我还本是多少 不就还了793382的本吗 我在形成的时候 未付的本机是2577100 我第一年付了本793832 我第一年年末未付的本金还剩178万多 没问题吧 这178万多的本 是我第二年算利息要用到的 只不过我们这道题 他用的是月息 你年息是206168 那月息除以12个月 不就得到17180.67吗 所以我们每个月借财务费用 17180.67 带未确认融资费用 记得不记得 未确认融资费用 你形成的是在借方 以后每一年的分摊都在贷方 三年结束 正好把它分摊到什么 零 第一年完了之后 我未还的本金是178万多 到第二期的时期 常情付款100万 带银行存款100万 我还要算数 我还了多少息 不就是用1783268 再让你看一遍 1783268 乘以8%得到14万多的息吗 然后我100万还了14万多的息 那我还的本不是857338.52吗 我到第一年年末时未还的本金是178万多 第二年又还了一个85万 您告诉我 第二年年末 我未还的本金还剩多少 925 929.44 只不过这道题仍然算的是月息 14万多除以12 每个月11888.45 借财务费用 带未卷认融资费用 几年了 两年了 到第三年 也就是最后一年的时候 借长期应付款100万 带银行存款100万 没问题 但是大家注意 我说过 三年的期限结束 未确认融资费用应该分摊到多少 零 可是我原来每年都是用未还的本金乘以实际利率 我就是怕他分摊不到零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用一种原来我们用过的方法是什么呢 用你总的未确认融资费用422900 减去第一年分摊的金额是多少来着 206168 减去第二年分摊的金额是142661.44 就得到你还剩下的未付的本金 74070.56 74070.56是年息除以12得到月息6172.55 借财务费用6172.55 带未确认融资费用6172.55 那有人说你未付的本金是多少 你只要最后一年用你支付的本息和100万减去减去什么 减去你未付的息也就是我们所说74070.56 就得到你应该支付的本金925929.44 你看第二年年末未付的本金不正好是925929.44吗 所以只要把7支付了剩下本就支付了 前边这个内容我们太熟悉了 但是我们还得提折旧 我们还得有货有租金 那么我们往下看 既提租赁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给了个折旧计算表 别的您不用看 您就记住 我提35个月折旧 第一年是提11个月 1月份不提吗 第二年提12个月 第三年提12个月 只有这个数有用 别的数你根本不用理他 就是三十五分之一 11三十五分之12 三十五分之12 好 在我们这道题租赁期不是三年吗 短于租赁资产上可使用年限 我们应该三年提折旧 那有人说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矛盾 其实有点矛盾 你租赁期就是三年 你当然要三年提折旧 跟那五年有关系吗 剩下两年资产都不在你手里 因为你要退还 第一年要提11个月折旧 以后每年提12个月折旧 20某二年不是要提11个月折旧吗 您的固定资产是多少 忘了 忘了往前翻翻 这总可以吧 我们看一下固定资产的金额 一定是你的入账价值2587100 三年之后这东西你是应该返还的 应该用2587100减去成租人的两个担保余值 可是这道题提到担保余值了吗 没有 那担保余值没有减去零 那不等于没减吗 就是2587100 我提35个月的折旧 这么说没问题吧 那就是2587100除以35个月 是一个月的折旧 20某二年提11个月折旧是812 866.82 所以借制造费用带累计折旧 只不过他算出的是一个月的折旧是多少 20某三20某四每年提12个月折旧 也是2587100除以35个月 一个月提多少折旧 乘以12是一年提多少折旧 分路是一样的 为啥这些制造费用 承控生产线 跟生产有关的提折旧 不是提制造费用吗 完了吗 还没完 咱们不是有货有租金吗 货有租金在实际发生的时候 首先借销售费用 因为我按销售收入的1%吗 肯定跟销售量使用量有关 借销售费用 给了吗 没给 带其他应付款 1000万乘1%到10万 下边1500万乘以1%等于是15万 这是货有租金 一定强调实际发生时我们记账 最后期满 期满的时候固定资产销掉2587100 折旧呢 大家想一下 我固定资产本来应该减去两个担保余值 在35个月内提折旧 现在没有担保余值 是不是意味着固定资产跟累计折旧的金额相当 所以销掉固定资产的时候也销掉累计折旧2587100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第二节的内容 也就是成租人的会计处理 那下边我们看第三节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有人说老师你为啥这两节连着讲 你忘了吗 出租人不也有一个经营租赁 有一个什么融资租赁 只不过经营租赁我们在第二节学过了 所以我在这直接给大家简单的把标题说一下 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处理 先说第一个租金的会计处理 这一块内容在第二节我们已经讲过了 有几个特殊的点 第一即使有免租期 我们也应该确认什么租赁收入 因为我是出租人 对于我来说是收入没问题吧 第二如果是我替成租人 负担的某些费用 本来该成租人支付 我替他负担相当于是我们租金打折了 用租金总额减去我替他负担的费用 在整个租赁期内分歧探销 如果是成租人替我负担 站在我出租人角度 我既收租金也收其他费用 这两部分统一作为什么租赁收入来处理 这都是基本讲过的 第二在经营租赁的情况下 这个资产归谁左右 归出租人 你正常的按照你普通的折旧方法 正常提折旧就可以 第三个出使直接费用 资产的所有权是归我出租人的 一般情况下 在经营租赁中 出租人发生的出使直接费用 记住什么 当机随意 但我还是那句话 你别忘了 这个资产归我出租人所有 金额较大的 我可以资本化 在整个经营租赁期内 按照确定租金收入相同的基础 分歧探销 成租人行吗 成租人没有资本化 这么一说 出使直接费用 还是在签合同之前发生的 我们叫出使直接费用 第四个 获有租金 获有租金实际上什么 应当是在实际发生时 记入什么 当机随意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标题一 也就是出租人 针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